初夏开始各种活动也起跑 苗栗市市民广场的细水区 每天下午4点开放碗水 不少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前来消暑 而台中的中心大学也推出了昆虫展 还有互动小游戏 另外在科博馆也抢先预购了 将在29号推出亚洲尾一 寻找威力在哪里 只要用月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到指定地点找到威力 就能获得抽奖还有小礼物 随着音乐节奏喷出清凉水柱 小朋友拿起水枪玩起打水仗 全身都湿透了 超级的好玩 说服把水枪中当满中 然后往下看看到头很清爽 苗栗市市民广场前 聚集了大片玩水的小朋友 炎炎夏日玩水最消暑 暑假到了小朋友何处去 还有台中的中心大学 蜻蜓的小时候 它每次是皮它们翅膀就长一点点 各式难得一见的湿地昆虫出现在眼前 小朋友每个都瞪大双眼 仔细观察 很可爱 实际上都有来游去的 让小朋友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找到更多属于台湾的特有的昆虫 中心大学以湿地昆虫为主 借由活体昆虫 昆虫标本还有模型 让小朋友们除了学习昆虫的科普知识外 以及了解湿地环境的重要性 另外还有着色DIY 互动小游戏 准备开始 科博馆馆长和交通局长 化身穿着红白条纹的威力 拿着放大镜 要寻找威力躲在哪里 29号开始 民众使用交通月票 达成公共运输 到指定的地点和威力合照 再到科博馆就能够参加抽奖 暑期活动多元又好玩 欢迎民众踊跃体验 解采中苗栗综合报道